而就在選前這個時刻 台中市西屯區有一間印刷廠 今天下午兩點多發生了火警 警箱貨報道場初步研判 是印刷機器悶燒 還好即時撲滅 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不過這家印刷廠 是負責印製彰化的選票 因此現場工作人員 非常的緊張 我們來聽聽老闆怎麼說 剛好在印製選票 印刷廠老闆表示 因為選舉快到了 在改工導致機器過熱冒煙 幸好沒有波及到選票 如果時機敏感 選委會等相關人員不敢大意 設法清點 避免有任何選票外流的可能 在改工導致機器過熱冒煙 沒有測過 任何人突然被燦判 那沒人 抱歉 那不過是 那官司